美国总统拜登3月28日晚与前总统奥巴马 克林顿一同献身纽约曼哈顿无线电程音乐厅进行筹款活动 同时为拜登竞选连任拉票 据活动组织者统计 当晚共募集了2500多万美元 创下了政治活动筹款的最高纪录 路透社援引一名熟悉活动计划的民主党成员的话称 上述筹款活动的门票价格在250美元到50万美元之间 NBC称参加此次活动的客人可以支付10万美元与拜登 奥巴马克林顿三人合影 不过28日活动似乎并没有像组织者想象的那么顺利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且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的背景下 活动现场数次有抗议者站起来打断台上讲话并指责拜登 一旁的奥巴马和克林顿则为拜登辩护 此外 克林顿称 拜登政府的经济数据明显好过特朗普政府 针对租霸横行的问题 佛罗里达州首开全美先河 州长德桑蒂斯日前签署了HB621法案 取消了该州擅自占屋占地者的权力 并加大对占用者的惩罚力度 该项法律将从今年7月1日起生效 新法规定再满足三个条件 该人非法进入并留在该房产内 业主只是该人离开该房产 但占住者却没有这样做 该个人并非处于法律纠纷中的现任或前任租户 房主则可以要求执法部门立即将占用者驱离 加州和纽约州的租霸问题猖獗 称兰州保护占屋者 而佛州将严厉打击并将他们视为罪犯 3月29日 澳大利亚政府官员表示 该国正致力于消除一些供应商 向中国出口活龙虾和牛肉的障碍 一天前 中国政府表示将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 澳大利亚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正在重建关系 在堪培拉呼吁对新冠肺炎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后 两国关系在经历一段紧张期后于2020年降至低点 关于大麦煤炭和葡萄酒的贸易争端已经解决 但中国对澳大利亚活龙虾的出口禁令仍在实施 对八家肉类出口企业的出口禁令也仍在实施 澳大利亚贸易助理部长蒂姆·埃尔斯在一次媒体吹风会上表示 在牛肉和某些海产品方面仍需取得进展 他说 我们将在官方层面和部长级层面继续关注这些领域 以解决这些分歧